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春天一到 很多观众朋友觉得 日月温差差很大 不过传统上中医说 春天要养肝 夏天要养心 秋天要养肺 冬天要养肾 为什么春天要养肝 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养肝呢 待会这一节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洪尔祥医生 林冠好 哥哥哥的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 专科医生好朋友 萧东仁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 医生好朋友 罗佩玲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 好朋友 曾云玄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敬龙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洪医师 洪医师是肾脏科的医生 那我刚刚开场讲 春天传统中医说要养肝 可是你们的临床经验 肝肾常常绑在一起 肝不好通常都会拖累肾 其实肝肾事实上是连结在一起的 我就举一个 我先举一个案例好了 曾经有一个 这是我亲自碰到一个病例 他是一个上班值55岁 前一阵子因为那个业务 实在太繁忙了 熬夜一直在熬夜 他本来就有微型肝炎 微型肝炎的一熬夜 一不对的时候 很容易把那个病毒的 那个活性整个拉起来 他只熬了两个礼拜 就朋友都每个人都叫他去看肝炎 为什么因为整个脸色就很难看 就很黄 可是很奇怪 他说脸色变黄 脚也水肿 小便也有泡泡 这个又感觉就像肾脏 到底他要去看肝脏还是看肾脏 他后来是去看肝胆肠胃科 因为脸色还太黄了 果然肝指数已经800多了 正常应该事实已经是一般的20倍高了 他肾脏也有问题 他有四架的蛋白料 那是一个严重型的一个蛋白料 他到底是肝脏的问题还是肾脏问题 后来发现其实是同一个疾病 那个后来收住院治疗了 大概两个礼拜才让他出院 他是一个B型肝炎 B型肝炎本来他的免疫功能 还可以跟他相安无事 叫做代源 而肝指数没有高 那因为熬夜等等 把他免疫往下压 就整个病毒活性拉起来 病毒活性拉起来 除了造成急性的一个B型肝炎 急性发作之外 肝指数高 他的我们的免疫复合体 我们的白血球会去对抗病毒 那免疫复合体是一个发炎的东西 就循环到你的肾脏 就造成肾脂球炎 那肾脂球炎也变成急性肾衰竭 他那次肾功能衰退到 剩下40分很快速 那后来出院之后肝脏有恢复 肾功能没有恢复 他就长期要追踪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说这种病毒性的VC型肝炎 其实台湾肝指数异常 最常见的原因还是病毒性肝炎 VC型肝炎他们追踪 假设你不去 都一定要验肾功能验小便 其实都有带一些浅血跟蛋白鸟 这个你如果很严重 你不去理他 他们发现两到三成 之后就会走到一个慢性肾衰竭 那甚至他们讲说五年之内 有10%会走到要洗肾 就是那个你不去管他 所以你会发现肝肾功能 事实上我们讲说病毒性肝炎 会造成一个极慢性的肾丝球炎 造成极慢性的肾衰竭 甚至走到尿毒要洗肾 那已经在洗肾的病人 我刚刚跟那个肖医师在讲 他在说他们最近 C型肝炎可以治愈了 你知道C型肝炎在哪边最多 在我们洗肾室最多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们洗肾室以前 那个洗肾室每个人都贫血 在没有那个红血球 肾成素的年代 经常要输血 那C型肝炎最大的一个来源 就是输血 他们一直重复在输血 所以以前那个贫血很严重 那个年代没有那个增剂 可以造血 他们大概洗了十年 其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病人 都会走到变成吸肝的一个代源 那现在还好是现在吸肝可以 所以我们发现肝脏跟肾脏事实上是连接在一起的 而且肖医师的临床经验里头 其实肝炎是国人得到肝病很大的一个要素 那尤其肝炎肝硬化或者走到肝癌的话 实际上就是肝病的三部曲 是 没错 肝病确实是对国人影响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 他说卫福部他的统计资料发觉说 因为肝病的关系损失的余命 在肝病是损失十七点三年 其实脑中风才损失十三年 可是肝病却损失了十七点三年 为什么 因为肝病大部分他所侵犯的还是中年人 我们一般肝硬化 大概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这个范围 那肝癌的话五十五到六十五岁 那以前在没有药的年代大概每次一直发炎 一直发炎住院就等着肝癌化 等着过世 当然现在已经有药了 那刚刚洪医师已经点出来说 我们现在西型肝炎 我们卫福部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令 2025年要根除C肝 真的 2025年治疗一个西型肝炎 其实八个礼拜就可以处理掉 我们现在跟洗肾室 做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 是说他们所有因为洗肾 而造成的西肝感染的病患 只要转到肝胆残胃科 我们发觉他体内有病毒的话 这边解释一下是 你感染西型肝炎以后 你体内不一定有病毒 只有大概百分之五十有病毒 那么这一部分有病毒的人 只要接受八个礼拜的治疗 一天只要吃一颗到三颗的药 因为有不同的品项的药品 一天就吃一次 八个礼拜才五十六天 大概百分之将近百分之百 就全部就跟除掉 所以我们假设说 大家赶紧把这个吸肝处理掉的话 接下来就处理B肝就好了 结果因为刚刚宏医治也提到 这个B肝的一个 就是肝外面的一个影响 我们最早期都以为 会影响到肾脏的只有C型肝炎 结果最近B型肝炎事实上也发觉会 我们用台湾的健保资料库去跑 发觉说只要有B肝的患者 我们追踪几年以后 他得到慢性肾脏病的机会是五倍以上 所以确实是肝症是连在一起 那我们内科我个人诊断 最年轻是20岁 20岁 一个大学的一个舞蹈系的学生 好漂亮 可是20岁超音波一看 10公分的肝癌 那这个比较幸运 因为他开完刀以后 因为没有侵犯到血管 他活下来了 后来到肝病基金会去当志工 告诉大家 一天到晚跟大家讲说 你B肝 你一定要固定 每半年要去做一次追踪 那我要讲一个是比较悲惨的例子 一个26岁的男生 也是B型肝炎 那他大学毕业 就到美国去念博士班 他就是念书 可能每天都熬夜 免疫力下降 结果后来脸就变得很难看 就一样变黄了 眼白变黄 那在美国看医生 因为美国B肝非常的少 美国的医师不太看B型肝炎 他立刻坐飞机回来 结果我们超音波一扫 7公分的肝癌 可是呢 对 7公分 然后这个肝癌已经侵犯到血管 所以他为什么会黄胆那么厉害 血管胆道全部都被阻塞了 那因为血管已经侵犯 外科医师判定是没有办法开刀了 所以做化疗 就半年后就过世 所以这个是早期 其实这个案例是我在 我当fellow 就是我当研究生的时候 研究员的时候 在台大所碰到一个案例 那现在已经B型 7型肝炎都有药物了 那问一下这个罗医师 中医的逻辑里头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就是要养肝 其实春天要养肝 他的来源是中医的五行 那我们五行的话 就是对应的话 是对应四季 然后对应的话 对应像五胃这些 然后对应的话 对我们的五脏 所以我们春天的话是养肝 那春天的话 其实在养肝这个部分 他就是除了我们脏腹之外 其实在春天的话 他情绪 因为他对应的情绪 是属于怒 所以会发现 春天上面情绪 比较波动达 那有一些像精神方面的疾病 或者你比较容易生气 或者容易动怒 他其实也会影响到 你身体一个肝气的顺畅 那我之前有个女性病患 他其实他是37岁 然后他来看诊 主要是因为他要看月经的问题 因为他觉得最近这几年 月经的量越来越少了 然后他因为长期 有一些睡眠状况 所以他长期有吃安眠药 然后他有鼻肝的病史 所以之前也曾经吃过 病情肝炎的药 但他现在也算挺药的状况 然后他最近这段时间 就是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说他最近肝指数 有上升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平常不太跟我聊这些事 他又突然就跟我讲说 医生我在最近有考虑 要买房子什么的事情 他就说因为他就是一个 很标准的台湾媳妇 就是他平常要工作 然后家里的小孩也就是他雇 然后又跟婆婆住在一起 公婆住在一起 所以他长期有很大的一些心理压力 他就很想搬出去住 然后呢 但是他先生又不支持 然后他就觉得婆婆 就是他跟婆婆的关系 也没有处得很好 所以他很多事情 就是一直在压在心里 就是等于说长期的 就是让他变得非常忧郁 情绪低落 然后需要靠睡眠的药 其实也会这样 他就跟我讲说 他最近因为一直跟先生吵着 要搬出去的事情 所以他情绪很低落 所以他想说 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的肝指数才突然 本来都很稳定的 突然就上升了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你的一个肝的 一个好跟不好 跟情绪这个部分 有很大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安琪老师 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蚵仔会雪鱼丁 这个好的海鲜 跟好的这一个蔬果 蛋白质含量很多 对肝脏的这个调养很重要 那我今天有给他做了一个酸的口味 刚好罗医生刚刚也讲过 这个酸是入肝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些醋 那这边调味料里面 番茄本身也是带一点酸味 这个是哪一种番茄呢 这是我们台湾的Okiya Okiya把它去皮了之后 把它切成丁 那我们这边把锅子先烧热 我们来爆炒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豆豉 一个我们来一点点辣椒开胃 开胃你才吃得进去 所以我们先爆的是豆豉汁 所以这个其实酱汁下去 它就替代一部分的盐巴跟咸度 对对对 所以我们待会要尝一下 好那这个辣椒我们一点点 今天洪医生不吃辣 我们来一点点意思一下 就有辣椒我可以斟酌 对洪医生快被我们练到 可以吃小辣了 OKOK 好那我们这边番茄先来炒一下 带酸的东西 或者带甜的东西 有的时候也会平衡辣度 对 所以我们这个番茄在这里也可以爆炒 爆炒 那其他我准备一些结瓜 豆腐 那这个是橙鸥 然后这是黑的香菇 香菇切丁 香菇切丁 然后一点这个雪鱼块切丁 对 那我拿雪鱼骨头做了这个雪鱼高汤 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把那个葱姜跟雪鱼骨头 在锅里面先给它炒一下 对 炒一下看到葱姜有变焦痕 有闻到香气 然后就零一点酒 然后下这个水 然后熬多久 我大概熬了20分钟 然后去掉这些渣渣 过滤一下去掉渣渣 就有一个雪鱼高汤 那这里面就含有钙质 所以我们除了鱼肉的蛋白质之外 钙质在骨头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熬出来 好 这样炒一炒 看到它闻到它的香气了 对 我们就来洁瓜 洁瓜 那为了让它口感一致 所以老师的豆腐啊 鱼肉啊 洁瓜啊 香菇都切丁 对 这里面洁瓜是比较硬的 所以我们把洁瓜稍微炒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豆腐可以先来 好 豆腐不怕煮 这个是营养的盒装豆腐 OK 那我们加豆腐 那鹅啊跟鱼肉是容易熟的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后面下就可以 对 好 再来高汤 高汤 假设没有熬海鲜的高汤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 家里的家常高汤都可以用 肝脏又盛大 当你吃过多的 一个不正确的一些补品 也会造成一些神经功能 造学系统的一个影响 像刚刚讲 很厉害 就到西奥房去买药 就吃了两个礼拜以后 怎么人狂打 这个是一个猛爆性肝炎的现象 三天后就过世 因为它是鱼的 它是鱼的营养成分 我们不要去把骨头割掉了 我们还是给它做一个高汤 让它滚一下 我们再来一点点水 好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 因为我们的料比较多 那滚了之后才放海鲜 对 滚了之后放海鲜 它的那个蛋白质 才不会全部都流失 它有热水 一下子下去把它包覆住 它才不会流失 好 那我们盖上锅盖 烧它 滚它 请教一下郑医师 季节变化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特别懒 尤其春天会懒洋洋的 对 我之前其实在门诊 遇过一位40岁的男性 那他本身是公司老板 那他就是在看诊的前半年 他会觉得好容易累这样子 可是他那时候生意 其实蛮好的 所以他想说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 没想到就是 后来就是尾牙剂 就是他又更频繁的 去喝酒应酬 那这样子搞了几个礼拜 结果就发现 怎么人脸越来越黄 然后精神越来越差 那有一天早上起来 他真的是都快爬不起来 然后他的小便 已经呈现很深的茶色 那时候才被家人 就是送到就是医院来 结果门诊一抽血 发现天哪 他的肝指数 居然已经两千多 对 那就已经 已经是就是正常人的五六十倍了 然后那时候赶快就是住院治疗 那其实后来就是在详细询问 他的病史才知道 其实他本身是有B型肝炎代源 但他从来没有追踪 也没有去做任何的检查 这样子也没有做任何治疗 那结果就是一次急性的发作 差点害他丢掉性命 那很幸运的是还好 他后来住院就是支持疗法之后 其实状况就是有慢慢在恢复 那后来有顺利出院 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啊 他就来到门诊 他就会想要说 我想要检查肝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检查肝 这大概是全台湾人民最爱的 就是检查第一名这样子 对 但是很多人他检查完说 你有B型肝炎或有C型肝炎 对 可是大家都会说 那我要吃什么保肝药啊 或者是我要吃什么保健食品 可是大家都很常常忽略追踪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有这些代言的人会呼吁 就是至少每半年都一定要抽血 加做腹部的超音波 才是比较完善的一个追踪 问一下萧医师 合理的肝指数应该多少 像刚刚那个2000多 都已经太高标高了 我们正常 因为GOT GBT这两个指标 我们叫做肝功能指标 事实上就是肝脏发炎指数才是对 比如说这个数字越高 就表示你肝脏发炎越厉害 那正常只是一般来讲是40以下 所以假设我是正常的状况 我抽血我应该验出40以下的数字 对 超过的话就是肝脏有发炎 那刚刚郑医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不要看到数字多一点点 有时候我们看到肝硬化肝癌的病人 那个数字就只多1 41 对 只有多一点点 这么夸张 是 所以其实肝胆科医师 就是看到那个数字高一点点的都很紧张 对 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异常 一定要去追踪到底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在问你 有B肝的人一定会数字超过40吗 不一定 很多人都很正常都觉得有20几 所以其实BC肝的患者就是说 你一定要定期去追踪 对 而且你此刻验20几 搞不好你三个月后飙高了 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每个间断一段时间要追踪 总是有意义的 对 就是因为他没有症状 所以你一定要定期检查 才能够早期把问题先发现 OK 好 那同时间我们安琪老师这锅 这个食材也烧好了 对 最后我们就加上我们的海鲜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很幸福 我妈妈就是细心肝炎 现在的话八个礼拜就可以治愈 所以就不会变成肝癌的这些 好 那我们加一些调味料之前 我们先调味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蚝油 因为是海鲜 所以有带点蚝油的味道 所以蚝油 豆豉跟豆瓣酱都有咸度 都有咸度 所以我们这边少许的加一点盐 盐的时候要这个斟酌 对 斟酌一下 那我们这边先来放鱼 鱼比较 那个雪鱼 它因为比较嫩 它不怕滚 好 我们滚一下 放一点鱼 然后这个安琪老师 这个副陪陪老师当年其实源头是吸肝 可是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 跟医疗的这个药物 就是知识跟技术跟药物 都没有到现在这个水準 这么发达 对 所以它那个肝 常常就是七八十 但是它就觉得它累了 它觉得它累了 人家就叫它吃点饱肝的药 就没有这样长期追踪 所以每隔个五六年 太累了又吃点饱肝的药 就后来就变成肝硬化 然后变成肝癌 可是它明显的症状就是累 它明显的症状 到后来它这边会有一点 它觉得没有力气 右边 它背包包都背左边 那它这边就开始有一点 觉得肿胀 胀胀的 像我前一阵子胀胀的 我就很敏感 很怕 很怕 我就去做了个超音波 结果我是胆结石 还好 肝都没有问题 等等 那你也是蛮聪明的 就是你知道胀胀的不大对 然后超音波扫下去 肝没问题 是胆有结石 对 胆有结石 胆有结石 医生一定说不要吃太油 对 那我四月份决定 跟他说拜拜 跟什么说拜拜 跟胆说拜拜 跟我的胆说拜拜 你要去割掉 对 因为他们说 我的胆杀还蛮多的 如果不割掉 他总有一天会急性发作 那个痛他们说 比生小孩还要痛 所以说还是安全状 所以你安排了四月份的 四月四号手术 然后要把胆割掉 对 是对的 因为假如等他急性发作 真的住院就要住两个礼拜 住两个礼拜 那算很麻烦 发言的时候没有办法用腹腔镜 那我现在可以用腹腔镜开 腹腔镜的意思就是 伤口比较小 打三个小洞 然后今天住院明天开 后天就可以出院 我们制作团队有一个企划有开过 他也确实说 很简单 有比他以为的 要简单 简单一点 小一点 然后他那个现在技术 他那个微创的伤口也不大 非常小 那我们老师加了一点点的 太白粉稍微让他勾芡 然后加一点芹菜 这个是醋 镇姜醋 好 让他有一点点这个味道的层次 然后再提一点白胡椒 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这个是不是像豆豉鲜哥 可是比较强 他比豆豉鲜哥好吃一百倍 因为他多样性 而且我觉得他用了那个胡椒 豆豉还有一些豆瓣酱 然后加上他的那个醋下去之后 我觉得他海鲜的食材 不管是 那个真的是太赞了 整个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鲜非常好吃的一个 全新的一道料理 大家可以尝试看 这个你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 那我们今天讲叫饱干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有人在说 因为我常常要用饱干的药去饱干 结果造成肾衰竭 那也有人说 我今天要饱肾 结果造成肝衰竭 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讲解毒 最主要的两个器官就是肝脏跟肾脏 当你吃过多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些补品的时候 对两个事实上都有负担 而且也会造成一些神经功能 然后造血系统的一个影响 我就举我临床碰到的一个案例 我曾经那个在洗肾市有一天 有一个从新北市要来我的洗肾市洗肾 那新北市你当然洗肾是一个礼拜来三次 他们只要跨区那么远来洗肾 然后那个我的护理师就跟我讲 他是一个中医师 那后来我了解他说他不是中医师 他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草药师 他从小就是自己自学那个草药的那个 都有在帮人家做治疗 所以他自己也深信不疑 所以他的病 他自己的疾病都是靠一些中草药来治疗 他是一个非常相信他自己医术的一个人 他任何我们讲尿毒的一个 只要他不输我要开药给他 吃西药他都不吃 他都用中草药自己在调养 那调养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在抽血 所以他每个月的那个你知道 中草药的甲离子都很高 他都高血脚 高血脚高到我们都心惊胆跳 你知道高血脚有可能会突然猝死 心脏会停止 对那我们跟他讲胃教都没有用 我先讨论他是一般肾脏OK的人 高血脚是hold得住了 但是肾脏疾病的人高血脚是很要命的 其实一般肾脏好的很难得会高血脚 因为你只要你甲离子高好 他就尿衣就一直排出去你的肾脏在调控 对而且他甲离子的血压更低更方松 反而甲离子不是那么坏的东西 可是他肾脏坏掉没办法调控 然后就只能靠洗肾洗掉甲离子 他就经常高血脚 那有一天就突然那个心率不整 什么就送到住院去 住院去反而不能乱吃中草药 他的甲离子反而下来 看来就是这里不舒服 那这里不舒服我们直接想 应该是胃就坐胃精 不是啦他这个是功能性消化不了 弄了半天是因为这个女生很紧张 代谢症候群脂肪干的 他又持续继续喝酒 这个很危险 这个很容易导致 以后很多癌症的产生 他这个病患后来是 有一天就没有来洗肾 后来打电话去他猝死了 所以我们这样想说 其实你在假设你肾脏已经不好的 要吃这个中草药的话 还是要跟那个医师讨论一下 要监测那个甲离子 要是尤其是那种熬煮的 很多熬煮的中草药 因为里面的那个 会把那个大量的甲离子释出 然后你吃进去之后 很容易上升的非常快 那并不是说吃肝的药 其实以前有一个叫龙胆蟹肝汤 龙胆蟹肝汤因为含那个码多磷酸 那吃完之后后来就胜衰竭 然后就说这个是储肝的药 后来早就胜衰竭 其实并不是啦 但很多中草药事实上会伤肾脏是因为有重金属 因为中草药里面不是中草药不对 我讲说其实我们现在都中西合并治疗了 但可是它因为它那个草药的来源 里面中金属含量过高 它本来就一个肾衰竭的病人 然后这个有可能会加重它肾衰竭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而且不只中草药要注意 比方某一些成药止痛药 这个有一些观众朋友不知道 或者成天吃上瘾 也会伤肝肾 伤肝肾 其实药物算是占了一个蛮大的比例 当然我们一般讲说肝病分成三大类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病毒性肝炎 ABCDE这么多种肝炎 那第二个是代谢性肝病 就脂肪肝 而第三个是因为化学物所造成的肝病 就化学性肝病 而这个就喝酒也会伤肝 环境毒物也会伤肝 还有你在环境毒物就包括食物 水源空污都有可能 那工厂里面有些化学物品也会 可是呢 还有一项就是药物 刚刚洪医师讲了很多 吃了某些吃饱肝的药就伤到肾 那事实上呢 我要讲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吃香港脚药 结果猛爆性肝炎死掉的案例 这个先生姓洪 因为当时报纸爆得好大 那他因为他自己香港脚很厉害 就到西奥房去买药 就吃了两个礼拜以后 怎么人黄胆 他就住到某一个社区医院 那住了以后 糟糕 荒单指数越来越高 眼睛越来越黄 然后肝功能开始下降 GBT开始下降 这个是一个猛爆性肝炎的现象 结果他就转到医学中心去 就到医学中心去 这个样态继续发展 三天后就过世 死在家户病房 那事后家属就很火大 说怎么可能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才吃两个礼拜药就死掉 就要去告那个药伤 对 药房 结果去 事实上那个香港脚药是非常安全的 每一万个人吃可能只有两个而已 是很安全的 那所以当然没有告成 但是再仔细追查 那个病患 那个洪先生本身就是B型肝炎患者 而且他已经肝硬化 他自己都不知道 已经就肝硬化了 所以跟曾医师刚刚提的一样 就是本来就是B型肝的患者 你都不追踪 那你自己都乱吃药 因为当时为什么告不成 因为那个香港假药是处方药 你是要医生处方的才能够用 你自己去西药房买 这个行为就错掉了 所以当时当然都告不成 这个事情还在立法院开了公厅会 真的 对 我去我吓了一跳 那么多记者 但是就是说 这是处方药 你就不要自己去买 应该让医师帮你做判断 所以我要提一下是 我们最下面这一栏 就是药物性肝病 其实分成两类 一类是跟剂量有关 一类就是跟你体质有关 那跟剂量有关的 就像普拿藤 我也碰过吃普拿藤 吃太过量的 结果肝腎都坏掉 还洗腎 那就是猛爆心肝炎 还好这个年轻 最后是回来了 所以普拿藤也不能过量 一天 我这边写是 每一公斤体重 一天不能大于140毫克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界限 140毫克约莫几颗 我们一颗是500毫克 所以一个 假如说一个50公斤的人 这140就是7000毫克 事实上你大概14颗就过量 不行 不能超过 绝对不可以 没有 有些人长期有一些病痛 乱吃止痛 搞不好早上吃三颗 中午吃三颗 晚上吃三颗 睡前吃三颗 就会发生你干量那个十多颗 真的不行 因为我们碰到那个案例是 以前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小姐 那个好可怕 肝腎都坏掉 那个GBT刚刚讲2000对 那个一万 就是整个肝脏细胞全部坏掉了 还好是回来了 洗剩洗两次也解决了 因为那个毒物已经离开了 那下面那个是跟体质有关 就是你吃了这个药 我只吃一颗 一颗就够了 因为你体质不合适 像刚刚讲抗结核药 我们结核病的药 胆固醇的药 一般的止痛药 中草药有一些 像刚刚讲马兜磷酸 那是很厉害 抗霉菌药我就刚讲香港脚药 这一些药物有时候吃一颗 就伤胃伤肝伤肾全部都来 所以有时候是体质的关系 所以当然我们一定要在 最好是在自己的家庭医师的地方拿药 他最清楚你对什么过敏 你对什么药就是不合适 你就不要去碰就好了 所以一句话 不必要的药物 请不要用 好那问一下这个郑医师 还有很多女生爱漂亮要减肥 吃的减肥药不知不觉当中也伤害了自己的肝肾 那我这个案例是我之前的朋友 他大概两年前结婚 然后那时候他就找他的闺蜜当他的伴娘 可是因为那个新娘他本身非常的瘦 所以那个伴娘是有点点肉肉的 然后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他很希望自己在婚宴当天就是不能跟新娘差太多 就那时候正好就是网路上在流行泰国减肥药 所以他就跟风就是跑去买了泰国减肥药 结果这样一吃他发现 刚才的效果还蛮好 他大概两个礼拜多 他就瘦了五六公斤 然后就觉得很有信心 可是离他的目标体重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他吃到后面 他就觉得怎么效果越来越无感 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办 就是婚宴就是一步一步的逼近这样 可是他体重怎么还卡在那里 他就想说那可能是身体适应 那我就自己把药量double 就他把药量double吃不到几天 他就因为人太虚弱 然后上班就是昏倒 然后被同事送去急诊 然后那时候就是抽血就发现 他的肝指数飙高 对那那时候就是急诊医师 他们就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药量 就是已经超过肝脏的负荷 造成一个药物性的肝炎 对那因为我之前其实 有接触过减重猛症 那西医他要拿用西药来减肥的话 他一般来说有几个主要的机制 第一个就是抑制食欲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减少吸收 那第三个就是增加代谢的速度 对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颗药 他同时有这三种功效 所以那就变得是 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去找 有些药他吃了会有 就是让你吃不下饭的副作用 那有一些会让你代谢变快 那他就把这些药就是收集起来 然后就是就是把它拿来做调配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身体他并没有那么笨 就是你把药投下去他可能过一阵子 身体就会适应 那你就会发现 怎么就是停滞了 那就变成是说你的药量要慢慢的加重 那其实你身边如果有人有吃减肥药 你就可以知道他减肥药常常是一天 就是一餐就是要吃一把 一餐就要吃一把 那一天要吃三四把 那那个对肝肾的负担其实是一定有他的 那如果你又加量 那其实是需要一个减重科的门诊的医师 他专业去帮你做调整 真的而且长期的体重的控管 还是要回归饮食跟运动跟生活习惯 不能长期依赖药物 那问一下这个罗医师 另外一个养肝的观众朋友 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睡眠 睡眠到底够不够那睡得好不好 其实也会影响到肝脏的负担跟压力 现在我们讲说养肝这个部分 其实我有个病患 他就是来看 他主要是来看皮肤这个问题 他一开始他今天来看的时候 他说我要来看是看 他的那个异味性皮肤炎就有湿疹 然后再来的话 他有长一些青春痘 然后那时候我看他的皮肤的状态 他一开始走进来 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看病人看久了之后 你看他进来的样子 你大概会猜想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体质 或是他的脉象会是怎么样 那因为一般皮肤通常这种 就是比较容易发湿疹的人 他大概都是一些比较 脉会比较强 比较火气大 他可能脉是那种跳得很旺 身体火气大的人 然后那时候他走进来 我想说通常是这样的体质状况 然后他的肤色是比较特别 他是瘦瘦的 然后他的肤色非常的暗沉 就是他不是晒黑的那种暗 他是那种看起来就是灰灰 很像那种熏过的那种暗的颜色 然后我就帮他稍微拔一下脉 我想说这样的人应该是火气大 就一把脉他脉很弱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 他怎么脉跟正不太符合 然后最后看到他的舌头 他舌头非常的瘦 他舌头就是细细瘦瘦的这样子 因为我本来问他说 你的睡眠状况 他说我现在大概都是 11点12点就睡觉没有熬夜 那时候我看到他舌头的时候 确认我就问他说 你以前是不是曾经有长期熬夜的习惯 他说对啊 我大概在两年之前 因为工作关系 大家都可能两点以后才睡觉 那其实我们在中医在看说 我们在养肝 他有一定的一个时程 那我们讲说要睡眠的话 因为以前的人是 日出而坐日落而习 但现在人不太可能 现在大概都是 12点1点 所以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我们还是会建议 因为我们11点走的是胆经 1点走的是肝经 那我们会建议说 最好在11点之前上床 那这个男生他比较明显 他其实就是一个肝阴虚的体质 他就是因为长期可能一个过劳的状况 导致他耗损了他自己身体的这些能量 所以他整个人是很枯瘦的 他是看起来不滋润的 然后他的那个能量是不足的 所以他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出现一点点火气 但是身体并没有到那种火气很大 所以他的那个皮肤状况没有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要呼吁说 如果你要让你的身体健康 良好的睡眠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龙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双鲜炒豆包 对 没错 因为我今天使用的就是用这个 丰富性的这个动物性蛋白质 就是像这个鸡腿肉 然后还有一个海鲜 鸡腿肉好像有腌 这个鸡腿肉其实已经有把皮去掉了 然后有用这个酱油大概两大匙 然后还有加那个米酒 这样腌过就可以了 然后腌完之后呢 大概我们就锅子热直接下去炒了 热锅热油就可以让这个腿块下去 对 其实干尿养好 优质蛋白质跟蔬菜都很重要 对 没错 我这个鸡腿肉来炒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像这个蒜末进去 增加这个整个蒜香味 好 然后也是加大概一根的辣椒就可以了 带一个那个一点点的辣度 好 其实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说在饮食方面 像海鲜类的这个蛋白质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像刚刚安琪老师有用到 海鲜 这个鱼跟鹅啊等等 那我这里因为炒霜鲜 所以我这边可以再提供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扇贝 好 对 这个扇贝它本身是一个 这个贝类的蛋白质的来源 那其实这个扇贝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都是有 外面有一层冰霜 就直接退冰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有一种冷冻包 好 那它其实补捞的时候 它可能把它汆烫熟死了 对 对 这个是已经熟的这个扇贝 所以它在吃的时候口感是非常好 好 然后我现在先把这个扇贝直接放进来 好 对 这两样这个海鲜 放在一起 然后中间像这个红萝卜 带一点这个红萝卜的一个营养素 然后洋葱 洋葱 对 那双鲜其实有肉鲜跟海鲜 其他的配菜今天师傅还是准备了 花椰菜 对 还有一个花椰菜 来 我先把花椰菜放进来 好 整个放进来之后 那我这里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饮食的一个营养均衡上 像这个豆包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有一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在里面 对 而且它待会吸饱汤汁之后 也会很入味好吃 对 味道更香 那在调味上其实很简单 我今天用的这个是这个白印油 什么意思 白印油这个是一个黑豆量 黑豆量造出来的一个调味料 这个大概两汤匙就够了 就咸度比较低是不是 比较鲜甜 对 但是它本身就咸度不会像一般的酱油 那么的浓郁 那如果没有可以用酱油替代 可以用酱油 那因为酱油它的颜色会比较深 会把这些蔬菜海鲜的颜色 会变得比较稍微深一点点 那一少许的水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盖上锅盖 来 焖煮一下 好 焖煮它的同时请教一下萧医师 刚刚讲这个白肉红肉 其实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补充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来源 可是呢 这个白肉对于饱肝的相对贡献 还是比较高 因为红肉里面 因为含铁量比较高 那铁呢 事实上 假如说用五行的话 就是木火土金水 那个铁就属金的 那干却储木 所以金克木 刚好干就受伤 所以事实上我今天早上 因为这一期要入饱肝 要出门的时候很犹豫 本来想要穿绿色的毛衣 绿色可以饱肝 但是现在还在过年 所以就穿红色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是 红色对干是不好的 因为红色铁 含铁多的肉类 就会是红的 红肉 所以刚刚安琪老师用的 这个雪鱼 跟鹅 很好 这就是白肉 那龙师傅用的这都是白肉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已经开始完全了解这个 就是红肉确实是三干这样的概念 那到底真的铁太多 真的对干真的很伤吗 我今天真的要举一个 就是现在进行室的案例 这是一个70岁的老太太 那她来的原因是因为 她干功能不好 那我们看这张图 蓝色的这张图 她在104年7月 第一个数字是129 这就是干功能 刚刚宁光问说 干功能正常是多少 正常是40 所以她在104年7月就129 那那时候来看过以后 她就跑到医院去了 跑到医院去了 那最近一次又来是去年的8月 来的时候一抽284 我说你这么久没来了 你都去做什么 她说 她就说 萧医师 我去医学中心看 那医师说 我又没有B肝 没有C肝 脂肪肝久一点点 她说实在不知道 这个为什么会肝炎这么厉害 她要跟我做肝脏切片 因为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做肝脏切片 那我就帮她抽一个铁蛋白测测看 因为铁蛋白就是可以代表 这个人体内到底铁高不高 就测一测 我们红色那一条 看到铁蛋白是251 其实正常的话 10到300之间算正常 那251好像还好 可是我们的统计资料 事实上铁蛋白只要超过123 就可能会伤肝 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跟她讲说 好 那我们来放血好不好 因为这个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 在50岁之前肝是没有问题 因为以前她每个月会有月经 那月经量流掉就在放血 对 那就是正常的 可是50岁以后 在开始肝功能就开始在飘动 所以现在到284 开始跟她放 一次放不多 250cc 那我们看她的铁蛋白是从251慢慢降 降到最近铁蛋白剩下15 这当中我们总共放了6次的血 那我们再看 那6次是间隔多少时间 一次间隔是一个月 因为不能太快 太快人会受不了 那我们看她的肝功能就从284 182 131 59 54 46 下降了 对 从284降到46 好 因为这个病人 你看这个是108年1月的数字 那我刚刚问的实验室 因为最近2月份来抽血了 肝功能剩下24 也就是完全正常了 那她的铁蛋白呢 这时候已经降到剩10 可是这个是她这一个案例嘛 不是每个案例都是放了血之后 你的肝功能数字都往下走嘛 所有的案例放血 假如说她铁确实高 放血GPT都会逐渐改善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会到完全正常 对 那我们看到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她会到完全正常 可是所有的人全部 因为铁跟GPT完全成正比 有正相关 完全正相关 所以但是铁太低就会贫血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际上 所以很为难 尤其女生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吃多少红肉 跟补多少铁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找你的家庭医师 测一下 你究竟你体内的铁的纯量够不够 因为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纯量测一下 就是这个所谓的铁蛋白 Ferritin 这个铁蛋白测一下 你就叫纯量有多少 那我们希望最好的状况是什么 铁蛋白不要太高不要太低 然后血红素正常 没有贫血 然后肝功能也正常 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龙师傅这一锅也烧好了 对 这个锅边已经冒烟了 可以看一下 对 那食材它本身有一点的水分出来 然后这个蔬菜也都熟了 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味道均匀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它的食材都很赞 不管它的上倍 它的鸡 可是我最喜欢还是它的豆包 豆包咬进去 那个不止Q弹 那整个味道 整个它的所有的 整个喷出来 真的太赞了 我大家都学习 这套那个叫养肝的一个料理 其实我最近 其实我的病人 只要肾脏不好 我都会排超音波 刚刚其实萧医师有讲 我们现在病毒性肝炎 有可能在2025年 可能就治疗好的 可是我现在满担心 有一个问题又跑出来 叫脂肪肝 我的病人只要肾脏不好 我做的超音波 不是单纯肾脏 我扫一下全部的 那个肚子的超音波 全腹部超音波 发现几乎很少是打正常的 它有打一个脂肪肝 轻微脂肪肝 中度脂肪肝 我不知道安晴老師去做超音波 有没有打脂肪肝 有吗 对很少 很少看到脂肪肝 而且脂肪有蛋结实的人 常常有脂肪肝 因为那个其实还是跟油脂 跟体脂有关 以前我们讲 大概分两个一个酒精性的 因为酒精性的 那个毒性造成肝脏的发炎 造成的叫酒精性的脂肪肝 那有一个叫非酒性性脂肪肝 跟我们那个代谢症候群 就息息相关 那现在台湾代谢症候群 有四五百万人 大概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多的代谢 就是那种三高那个族群 这个将来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就举我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喜肾病人 他刚来的时候 他上面写糖尿病造成尿毒症 那糖尿病是以前的 就是那种代谢症候群 胖胖的第二型糖尿病最多 可是他不是 他是酒饮造成糖尿病 酒饮为什么会造成 他经常喝酒 你知道跟我们糖分 酒是糖水 酒造成急性胰胀炎 胀胀是分泌那个胰岛素的 那酒又伤肝脏 那他一次急性胰胀炎之后 他的糖分代谢就整个就混乱掉 就开始出现糖尿病 那糖尿病久之后 这造成尿毒就洗肾 那洗肾你知道 血糖膏有很多很多的并发症 他做超音波的时候 发现有脂肪肝 那这种代谢症候群脂肪肝的 他又持续继续喝酒 这个很危险 这很容易导致 以后很多癌症的产生 他果然我在查房有一次 他就跟我讲 他出现那个大病有血 大病有血我是觉得不大对劲 因为他持续还在喝 他每天晚上都要喝高粱酒 他要喝高粱 我在想说 我帮你开店安眠药 他说不要 他就是要喝高粱酒 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他已经喝到 我刚刚讲说 已经胰脏肝脏 但他还是要喝高粱酒 那后来去检查大肠癌第二期 那其实以前我曾经 要帮他戒酒转到精神科去 可是他只去一次 就再也没去 那这次大肠癌第二期 他就开刀 那开刀瘦了五公斤 只要开刀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 帮他戒掉 没错 他说有那个阶段 他说在停酒的时候 他感觉那个村子之外 有虫子在爬 可是辛苦了一阵子之后 也瘦下来之后 他就真的戒掉 戒掉完之后 再过半年 他整个人 整个气色非常非常好 所以如果有酒饮 或是有一些脂肪肝的 务必要寻求积极的治疗 而且这个临床上 校医师看到很多 其实肝胆肠胃 是连在一起 有些观众朋友 经常觉得胃痛 或者上腹部不舒服 那问题不必然 一定出现 或者发生在胃 对 没有错 就是上腹部不舒服 只是这个位置不舒服 那这个位置不舒服 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好像右边的胆 肝 这是上面的心脏 肺部 或者中间的胰臟 胃 这些通通有可能 上腹部 这里不舒服 不一定是胃痛 我二十几年前 刚当肠胃科 主治医师的时候 那时候碰到一个 六十岁的女性病人 他来就是这里不舒服 那这里不舒服 我们直接想 应该是胃 就坐胃镜 胃啊 有点发炎 逆流一点点 那我就开胃要给他 过了两三个礼拜 没有比较好 那我们想说 对 其他要看一看 就坐一下超音波 你看 胆囊 有两颗石头 太好了 Bingo 那时候年轻医师想说 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送去外科开刀 就送去外科开刀 开一开 开完以后 我去外科病房看他 他说 外科医师开得不错 可是还痛 还在痛 所以跟这个石头 好像没有关系 弄了半天 最后我的老师 那时候比较资深的肠胃科 医师他说 不是啦 他这个时候功能性 消化不良者 弄了半天 是因为这个 这个女生很紧张 那个时候刚好天气 又在季节 在变化的时候 差不多就三四月 温度在变化的时候 他就不舒服 所以上腹部不舒服 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的 鉴别诊断 或是会弄错方向 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盲腸炎 也是痛在胃上 是 我盲腸炎也拿掉 结果开下去是盲腸炎 但是痛的点是胃 本来吃了三天的胃药 后来再到医院去看 医生帮我咽血 才发现我是发炎 然后再判断是盲腸炎 那个蛮长年差 一开始痛是痛上腹部 然后又痛痛痛到又下腹去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 然后抽血白血球很高 外科医师就这个是 就赶快开到 所以难怪急诊室的医师都说 肚子痛最难移 因为你都在那边说痛 到底痛哪里 病因到底是什么 胸痛很简单 就是心脏肺部 可是肚子里面太多东西了 所以确实是上腹部不舒服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找医师 做鉴别诊断 才不会走错方向 那这个罗医师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春天的回春养肝茶 对我们到那个春天养肝的话 其实要用一些比较青色的 所以我推荐一个叫做那个 企业胆就是脚肚兰 那它的话 其实它有很类似 像人参照肝一样的功能 所以会让你的 就是身体清除脂肪肌的功能更好 然后抗氧化 然后再因为它比较贵类 是食品类的 它不是药材 所以你平常可以泡来喝 然后再的话它也有酱质 刚刚你讲说 其实那个脂肪肝 已经变成很高比例的 所以它其实在减重上面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我搭配的话就是薄荷 它是比较蔬干 还有那个菊花 菊花的话比较清干火 那因为七叶胆 它味道会比较苦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适应 这个味道的人 我是加了三千的甘草 它会让它味道 喝起来比较甜一点 那如果你比较习惯这个味道 你甘草比例可以放低一点 然后那个七叶胆的比例 可以调高一点 这样效果会更好 好 谢谢罗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购在年代曼去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